黄金海岸享有冲浪者天堂的美名 有优美的海岸线 阳光 沙滩和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 格里菲斯主校区位于黄金海岸的北部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格里菲斯大桥 这座大桥是很多留学生学习语言课J52国际学生楼的必经之路 接下来我们去J52看看 这里就是J52 Hello my name is Elizabeth Finlay I'm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 Arts Education and Law here at Griffith University Riffith offers a lot of support for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luding programs in English language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here to our beautiful campuses in Australia Thank you 我们现在是在J14艺术楼 我们会在这里进行专业课的学习 这里是黄金海岸校区的图书馆一楼 一楼是比较休闲的 可以进行个人学习 小组讨论或者聊天 二楼为安静区学习区 与一楼不同的是 这片区域是完全寂静的 我们可以享受安静的学习氛围 从图书馆出来后可以看见人来人往 是有什么活动吗 没错 这是每个星期三都会举行的校内集市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她的品牌和 crow的威力 和鸟探参要包举行的 然后她страстра对她的火锅 可爱吃是喜欢身体的 所以那是这样 Jak法 shout出品 然后他们会维持素食 我就是iren stopped 她如何吸引一尝 它开始 所以有没有汲物 沒有新聞 别 harmful 哦哟哟 好帅 布里斯班是一座阳光之城 布里斯班自演摩天伦 布里斯班河 南岸公园 都是这座城市靓丽的风景线 在这些优美的地方旁 有一座悠久的历史艺术殿堂 这里就是格里菲斯昆士兰艺术学院 格里菲斯创造卓越 是世界学子向往的艺术学院 格里菲斯昆士兰艺术学院 欢迎世界各地的学生 现在大约有18%的国际留学生 在校内进行学习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文化校园 现在让我们走进课堂感受一下 这里是讲座会场 这里是 S02艺术设计楼 我们经常在这栋楼 进行专业课的学习 比如视觉设计 产品 室内 还有平面 现在来到的是313电脑教室 这里是南岸校区图书馆 下课之后 我们喜欢来到这片草地 欣赏河景 沐浴阳光 感觉十分惬意 同时 今天的学校导游 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格里菲斯昆士兰艺术学院 南岸校区 和黄金海岸校区 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 开启你们的学业生涯 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查阅格里菲斯官网